再加上这鱼块 看这个颜色 说明什么呢 入味的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辣椒酱炖鱼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先把这个鸡鳍去掉 鸡鳍也去掉 分水鸡去掉 尾鸡鱼尾巴 然后呢 把这个 盘开一下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看看 要把它黑这样一搓就下来 尝了去掉 比较好处理 这鱼非常好处理 车味还好 价格还便宜 用嘴 清洗一下 然后呢 再把这个鱼鳞往下刮一刮 这鳞非常小 好了 就这样 这鱼改刀要多大的块呢 最好是一寸半 一寸半长 这样 五公分 长的段 到尾巴这块啊 长点短点都可以了 擀到哪儿 算到哪儿啊 来 来 咱们看一下啊 这些盐 拌一下 再往里撒 把这个鱼呢 现在就是调出了一个八分口 最好能腌上十五分钟 让它入味儿 现在呢 我们把火点着 把勺的烧热润一下 加上油 勺热了是这样 哎 这样的油脂打柳 挂勺 挂不住 吃吃的啊 旋轿冒的清天 这个 枣呢 热好了 也热好了 那呢 要把 热油倒出去 凉油 现在呢 先把花椒粒 下锅 慢慢泡一下 把这个花椒粒的 香味 挂出来 啊 这就得大黑了 啊 比这个咖啡色 还要重一些 还就可以了 别太太胡话 也不好 啊 哎 这样就行了 这些花椒粒 这些花椒粒 炸完以后呢 这油呢 也发生了 下了颜色了 接下来 把这个肉馅 下锅 油给它靠出来 这样呢 肉呢 就变成这个 浅黄色 椒粘味就上来了 这个时候 再放入辣椒段 葱姜段 下锅 继续煎炒 这个环节非常关键 油少 现在油还少 我再加上一点油 再加上放两头 看一下啊 把这个葱呢 炒至上色 浅黄色 就可以了 现在呢 要把这个酱 下锅 下锅 下里一两半 这酱 炒出红油 多炒一会儿 这个油呢 让它下的散呢 很快 两分钟 散就下来了 现在还不到半分钟呢 你看这散也下来了 多炒一会儿 这边颜色应该这样看啊 能准确一点 这就是红油 现在呢 把鱼下锅 加入 黄酒 酱油 酱油 炒至大火 盖上盖 朋友们 现在呢 两分钟了 看一下这表火啊 火不知道怎么到 开锅了 再继续呢 再继续呢 用这个酱油 再煎这一会儿 再煎这一会儿 放下锅 现在开始往里加烤 现在开始往里加烤 哎呀妈看一下啊 开锅了 开锅 咱们现在先嚼下口啊 看一下这个口味怎么了呀 我们现在呢 呃 尝这个鱼汤 咸淡正好 什么叫咸淡正好 你个人业味 咸淡正好 就可以了啊 那叫几半口 八重口 然后呢 再用这个棒锅 收的根 根剩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蒸发了 这个时候呢 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致需要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就说明啥呢 汤要挥发就进 口呢 就变成十分口 啊 就有点咸了 但你要吃鱼 鱼的口味 就正好 那咸淡正对了啊 现在呢 里面少加一点白糖 糖呢 不允许吃出甜的啊 用它提鲜 就可以了 来 看下时间到 现在呢 往里加 味精 然后再放上 香菜 小葱 现在汤汁下去 三分之一 来 看下嘛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要看一下这个汤 汤上面漂的油 红油 再加上 这鱼块 炖制的时间一到了 看看鱼的截面的颜色 啊 红糊糊的 酱红色 打开 看看肉里面啊 上面上色 哎 上了色了 看啊 咱们关键是看一下颜色 哎 看 这个颜色 说明什么呢 入味儿的 蒜瓣肉 非常有嚼劲啊 这种鱼肉 入味儿程度 非常的良好 这个菜 它灵魂 就是这个 朝鲜辣椒酱 正常的呢 辣椒酱呢 你就像振大一盆 我这是 三斤鱼 放这个酱呢 放一两半 但少不了的呢 还要加点辣椒涛 啊 增加一下香味 就靠这个辣椒酱 这个香味啊 还不用啊 好了 今天呢 我们这个菜呢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各位观看